今年是决定我们未来道路和命运的历史关键时刻 动荡的势局和暗潮汹涌的台湾政治,社会变迁 再再迫使我们在一个新的世代来临之前 决责我们未来的道路 历史在试炼着我们 玉山苍苍,碧海茫茫 婆娑之羊,美丽之岛是我们生长的家乡 我们深爱这片土地 以及酌饮去与汁长大的子民 更加关怀我们未来共同的命运 同时,我们相信决定我们未来的道路和命运 不再是任何政权和这个政权所患养的敌人的权利 而是我们所有人民大众的权利 我们认为在历史转捩点的今天 推动新生代政治运动 让民主永远成长成为我们的政治制度 是在台湾一千八百万人民 对中华民族所能做的最大贡献 更加是我们新生代追尋的方向 在现代政治来说,要吸纳民意也好 或者是一个政治群体想将它的主张 散播出去,都要有效利用一些媒体才能做到 所以我们留意一下,重要的政治群体 都会有他们的媒体渠道 譬如说,杂志,各种的出版物 现代可能更加依赖电子的媒体 但是我们说上一次台湾在70年代末期的巨大的政治变化 当中一些政治罕默发挥的效应是相当大 是啊,当然在这个所谓戒严时期 就是掌视父子当权的时期 所有的传媒都操控在这个国民党的手中 就是操控在这个掌视父子的所谓权力架构里面 譬如包括台湾的几个大电视台 所有的重要报纸 包括当时的党报、中央日报、中国时报和联合报 都是党人经营的 话名是民营,事实上是党营 而所谓反映这个民众的声音的报纸 几乎是零的 当然广播电台、电视台 更加任何和这个国民党意识形态不同的 任何人和国民党的言论有出入的 都不可能在这个传媒里面公布出来的 事实上到今天来讲 台湾电视台最主要有三个大台 其实都是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真的大的变化就去到90年代 当时它叫第四台 第四台其实是有线频道 其实有线频道里面包括的台 就多得不得了 你去台湾如果住在那些酒店里面 你发现有线电视 第四台都按到99都没按完 有很多东西看 这个已经离开当日戒严时期 已经是天渊之别 在文字媒体上 我们有印象差不多到80年代初期 有些叫党外杂志 那时候就叫做大行其道 之前我们说回差不多在刚刚 掌经国力图去本土化的政治时期 虽然尝试开放政治和民间社会 让大家尝试参与 但其实操控都很严重 当时那些杂志 纵使是有一些有心人 尝试去争取一些新的文化阵地 而推展他们新的政治理念 其实都不容易 是啊 那先回顾一下 在这个戒严时期 譬如在1949年之后 一直到50年代初期 有一些外省的 由外省 由中国大陆移居到台湾的 就是跟随国民党到达台湾的一些知识分子 例如雷震等等的人 就扮过所谓自由中国杂志 这个自由中国 我以前已经讲过 背后就是胡锡 在背后就作为这个最后 最有力的支持者 那后来都被这个蔣介石 就借故将他查禁了 雷震也都被判入獄 那后来雷震的学生 这个殷海光 李敖等等的人 也都扮过这个所谓民生杂志 当然了 殷海光因为他是台大的教授 那也都没有具体的所谓 叛逆的证据 所以就只是被逼他 停止他的所谓台大的教殖 那而李敖 因为创办这种反对国民党 一党专政的杂志 就被判入獄 那也都成为了后来的李敖 在台湾的所谓自由民主阵营里面 变成龙头大哥的一个资本来的 因为坐过牢 头上有个光环 很重要 另外一方面 这些这样的杂志 都是外省人搞的 是由外省人推动 这个国民党的所谓民主化 也就是容许更多声音 在这个一党专政的体制里面 是出现这样的 但是要到这个本省人 要有所谓的 将个诉求 说出来的时候 就要直到1970年代的后期了 1970年代的后期最明显就是 因为蔣经国要推动这个所谓 本土人参与台湾政治 这个这样的做法 于是乎就有这个宽松的态度 尤其是在扮杂志方面 是比较宽松的 那么就扮布不行 开电视台电台是不行的 但是扮杂志都还是一个宽松 所以到70年代后期的时候 就有一些外省的所谓党外人士 就是非国民党籍的本土人 那么就在这里开始创办一种 一个80年代的杂志 那么这个80年代 就是由当时的台湾省籍的 无党派的立委 康宁祥 还有一个著名作家 司马文武 等等人就是创办的 那么这个80年代杂志 就是推动台湾的一些民主化 就是解除戒严 希望台湾就有更多的言论自由 等等的 但是就是一个态度比较温和一点的 但是直到1977年的时候 这个所谓中立事件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 许信良因为脱党参选 而被国民党排除的党籍 还有对他有无情的各方面的打击 但是许信良都是得到20多万票的高票 當選桃園園園長 到了大概一年多之後 許信良就因為參與 在高雄的黨外人士舉辦的活動 包括和高雄市長黃玉雲的見面 而得到國民黨的一個大力的打壓 國民黨就通過一個所謂 桃園園的公職人員 遺紀的一個懲治委員會 就是說許信良未向縣政府請假 擅自去到高雄台南作串連 還有搞一些所謂黨外活動 於是說他是違反了公職人員的紀律 開一個縣議會的紀律委員會 將他罷免 由13個人通過的票 就將一個23萬人選出來的所謂院長 罷免了 於是許信良就變成了無業遊民 於是他又由當時的省議員黃信介 也是一個黨外人士 本省的黨外人士牽頭 由許信良出面 就扮演了所謂美麗島雜誌 其實當時看的大形勢 可以說是一個大爆破的情況出現 因為如果我們看兩本雜誌 創刊的時間都很接近 我們所說的80年代和美麗島 其實兩本雜誌出版的時期 創刊時期只相差兩個月 六月和八月都在同一年 當時來看就變成了 好像一下子 集結了當時的黨外的一個重要力量 而且從政治光譜上看 就不單止是說 好像以往的 我們感覺到就是本土人 或者台灣人叫自己做本省人 的一股新的力量 而且都集結了國民黨外省席 某一些叫開明的分子 所以變成了 那個力量 就可以大幅擴展 而且當時也打開了頭 因為嘗試從國民黨內部 的一些本省籍人 作用一個比較溫和的 體制以內改革的方法 似乎走得不太通 一下子就被人踢出來了 如果你踢得出來的時候 現在這樣的情況 原來體制以內沒有通道 沒有位插 那怎樣做呢? 既然出得來的話 不妨用一個比較對抗性的做法 用抗爭的手段 將這個所謂本土的知識分子 精英階層的人 政治訴求通過這些雜誌 來向群眾展示出來 希望得到群眾的 就好像開場的時候 麥敬生所說 透過這種傳媒的力量 打入群眾的所謂心裏面 形成了一個群眾的基礎 或者形成一個群眾的凝聚力 這種通過雜誌的形式 來營造一個所謂群眾的向心力 或者營造聚力 就是這些群的黨外人士 最重要的一個工程 除了建立這個雜誌之外 既然這一群人已經結集在一起了 可以有更多的活動 是以這些雜誌做一個中心去推行的 我們一向知道 台灣的政治文化中心 是在台北的 但是人口其實台南台中的地區並不少 所以當時要結集這些力量 以美麗島為例 他們在這些中南部開設分社 而且北部的精英群 經常有南下演講這種做法 是的 我們在未講美麗島雜誌 如何發展成一個政治勢力之前 不如聽一下美麗島雜誌的創刊詞 是怎樣說的 剛才我們聽到的就是美麗島雜誌的創刊詞 其實今天美麗島這本雜誌 和他那群開狠者 今天我們都很多時候 將他和今天的民進黨 以致是一部分激進的台獨勢力 將他連結起來 但是如果我們剛剛聽到 剛才那段的話 當日來說 並沒有這種趨向 是的 他民主訴求 就是說要民眾參與 其實就是針對這個一黨專政 就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一種政治的生態 希望有更多的民眾參與 當然民眾參與有一個隱藏了的議題就是 就是外省人在台灣佔少數 那麼佔少數的人 是不是要將權力讓給多數的 以台灣為家鄉的人呢 那麼這個創刊詞裡面 其實是有一個隱藏了這樣的說話 是沒有說出來的 但是這個隱藏的訴求 在這個台灣本土裡面 是引起很大的共鳴的 因為台灣人長期以來 感覺到在政治上是受到抑制 是沒有辦法可以露出頭來 俗稱台灣人叫出頭天 那於是他們的訴求 美麗島這個創刊詞 所提出的 所謂很輕微的一個觸動 這個所謂 國民黨裡面的外省人的 至高無常權力的 那樣的一種的表態 一種顯示 也都真的可以觸動了台灣人的 一些內心的心聲 事實上我們在之前那兩集都提及到 無論如何 台灣的本省籍人 就很難避免地 將國民黨 視為一個外來者 因為本身確實 他們是由大陸移植過來的一個政權 而且一進入台灣之後 馬上壟斷了政治文化等等的重要位置 而長時期這個政權都沒有向本土人開放 在那個情況之下 大家有一個對立的情況 或者是本土人 視這個國民黨為一個外來者 甚至為一個外來的壓迫者 這個事情是很難避免的 但是正如先前的美麗島的創刊號 也提到一個問題 暗喻了一件事 當時國民黨的統治已經是老化了 不只是老化 在他的所謂法理上的依據 好像我上幾場已經說過 是被迫趕逐出聯合國 是吧 還有美國總統尼克遜是訪華 引致一連串的外交上的失利 也都令到所謂本省籍的 本省籍的所謂黨外人士質疑 國民黨統治台灣的合法性 所以他們這些黨外人士 藉著這些議題 是挑戰國民黨統治台灣的合法性